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看到人吗 还没有发现人的位置 还在绕 侧面33 硕倒是应声倒地 球体这个时候继续往前顶 看到小小剑的一个方向 大跃着 听着他的一个声音来到侧身位 小小剑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4AM是被AG调材 哇 这一波又是一波催枯拉朽的战斗啊 这一波很明显是微博的一波扎点 然后由于被拦截的太严重 两边扩截 近点的话野猫刚刚浮起来 15ZY 六指琴膜 野选择用上了S12K 一颗火丢二楼刷到了一楼 这是一个楼梯的蔓延火 野 C9 这个位置在野里面来回的混 最后还是被S12K一枪带走 非常漂亮啊 这波进攻15ZY展现出了他在锁住的这段时间的功力 对于这个房型研究很透彻 是的 那另一边对于乘屯AG来说这个时候脑子里面就有个大大的问号了 嗯 倒地的 那其他人呢 这边锁骨又有一个反打order是挂后卫被打倒的啊 那篮圈之外是没什么浮起来的机会的 而AG也在卡着圈外的队伍TC战队想要进圈 身后还有RSG这一波TC有点困难 太强编了 可能RSG马上拉过来ACT往上看一看 很难再说保留一个多人的编制了 南边还有ACT战队 ACT虽然说是一个基地 但是两边如果打得太过胶着ACT有可能会摸上来 而在南线战场上Para Boy又有一个自己的反打正面 也是放倒了六下 现在J Team是柳生力量两人啊 而自然看这个方位看到头皮了 抽到阿兰TC这一波确实没办法打 不如说WY直接崩车卖 溜也溜不了 但是铺上火焰 你跟车之间的这一段距离还被封锁了呀 WY短剑 再立其功 但很可惜这颗火直接带走的WY 那最后战场是给到了4AM加上成功了 回到场上 我们探一下这边AG在山上打靶好不痛快 但是千万不要探枪哦 应该是能将其补掉 目前一个套台都没有啊 这场比赛 枪权啊 可是倒在了路上Para Boy 这一波看起来是很难过了 手势界干拉 这个干拉有点太干了 沈森森 最后的倔强 哇 主ZY 六指轻薄 霸占沈森森 最终还是自然灿出手 哇 状态最好拥有优质掩体和广袤枪线的 一定是属于ACT了 其实给到了40%的胜率 球一往前顶 面对memory 先抽到一个 这里还有一把DBS 哇 两链喷 无情带走 谁说喷子只有S2K 那会不会对于ISD来讲 也需要小心一下 当然了 现在要小心的是AG战队的丘利选手 四抓一 这第一个没有接下来 那就有点困难了 两个人来到境点 但是手里有一把UMP45搭上一把头龙 那颗火直接 啊 烧到宋南 再接一个 到三个了 顾GG 哎呀 差一点上演了假车库明局啊 但是AG的队友来得很快 直接停到了阳台之上 顾GG现在没有什么状态 再来一个飞车 直接飞到楼顶 侧身 扔了一颗雷 没了 好 好